灾难这么多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帮助 在大乘法庭 祝佛菩萨这一句话 化解所有灾难 讲经教训 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从根本解决 身体的疾病 居住这个地球 有灾变了 什么原因 都是我们违背自信的 错误的思想行为所干的 学佛的经教 让我们觉悟明白了 我们把错误的思想行为放下 把与自信相应的 正确的思想行为找回来 问题不就马上化解了吗 这不是迷信了 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 千万年相传下来 建国军民教学 这个世界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是教训 不是别的 大胜大谢 他不去做官 他不去做其他的行业 他一生都奉献在教学上 看中国的孔孟 印度的释迦牟尼 你在看其他族群里面 一些宗教联系 无疑不是终身教学 而教学的内容 教学的核心 全是信的 我们中国人把它分类 伦理 道德 因果 向上提升 这就是科学与正学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要做出个好样子来 好样子 就是真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